第七百二十集 第七百二十集 我帮他举出腰盒和收取精血吧 这么多帝尊镜妖兽 足够他练体镜突破到霸体七了 他每每想着夜晨抵达霸体七 便不自觉地笑起来 霸体七有多强 他可是清楚得很 一旦夜晨抵达霸体七一阶 即便境界不提高 但靠肉身和血气之力 也足以震杀帝尊镜强者 夜晨只要肉身足够强大 纵然对抗帝尊镜的韩云也有资格 一年后 夜晨对抗血灵族的入神镜 也主要依靠肉身和大道雏形 将来若是对付神王镜 对方肉身不强的话 便主灵魂之力攻杀 肉身和大道雏形主防御 血气之力和灵魂之力主攻击 一道道枪刚 剑意从天而落 成片成片的妖兽覆灭 诸多天命军画出原形逃命 一时间不少飞禽妖兽出现 企图已朝空中逃去 殊不知谁跑得猛 跑得快 死亡就越快降临 又一击剑门显化 这个场面若非叙述出来 那便是一幅画 夜晨宛若魔神屠杀天命军 满地的尸骸 近乎堆满了地面 看不到一点泥土 星红瘦血与妖指 暴体后溢出的绿色血液 作为颜料 主体便是覆灭了 三万多飞行妖兽 横其树霸倒在各种树上 一时间血腥味冲天 时间很快过去 夜晨收手回到山洞之外 转身一看一望无际的平底 所有树木 都被天命军的妖兽逃命时推平 然而满地的妖兽尸骸 直到视觉的尽头 浓郁的血腥味 好似发生了上古大战一般惨烈 这一战 夜晨一打二十万 斩敌十万之众 击杀底尊敬神将 妖兽十七位 道元敬过百位 虚王敬之下数不胜数 二十万天命军彻底残废 逃出去的也就三位神将 不超过三十位道元敬尊者 纵然是同其他三大王庭开战 都不可能打出如此战绩 夜晨眸子冰冷 扫了一眼面前的一切 他的嘴角带着一丝鲜血 古然强势 但是他也受伤了不少 好在他周身有魔气和血气护体 再加上血龙虚影的存在 不然他现在也没有资格站着 他凝视着苍穹之上的血龙虚影 血龙吸收着无尽的血气 身躯更是不断庞大 不光如此 血龙表面更是覆盖着 一层又一层的鳞片 鳞片甚至带着一道道金色的流光 这是血龙要化为实体了吗 夜晨难难道 轮回墓地的许多位大能都说过 轮回墓地不是他最终的底牌 血龙才是 血龙从他的身体中产生 更是他的杀盗来源 若是彻底蜕变成为九天巨龙 那最大的受益者必然是夜晨 只不过眼下血龙 固然吸收了这里的血气 但是总好像少了什么 导致无法蜕变为实体 战力也下降了不少 就在夜晨深思的时候 小黄来到了夜晨身边开口道 你的肉身很强 这次收获地尊镜妖盒十五颗 有两个地尊镜妖兽 直接被你打爆了 没办法收集 至于精血 稍微能用的精血 对你来说足够了 都是地尊镜以上 你去闭关吧 我和血龙给你护法 我期待你肉身迈入霸底期 也许能和我的肉身碰一碰 夜晨看了一眼小黄点点头 好 他来炼体之地最大的目的便是炼体 突破炼体也该离开了 山洞深处 夜晨浸泡在装满精血的木桶中 他要利用这些地尊镜妖兽的精血 锤炼五脏六腑 他的全身都已经在凝骨期得到锤炼 然而要迈入霸体期 便要将五脏六腑锤炼成金色 那样一来 即便再遇再强大的攻击 内脏也不会碎掉 人类可不是妖兽 即便上半身或者下半身被打爆了 打成血雾了 还能依仗气血之力迅速再产生出来 即便夜晨是宁骨期九阶 一旦遭遇极强的攻击 五脏六腑被打碎也很难活下来 然而迈入霸体期却不会 五脏六腑被一层金光覆盖 金身一出贬为霸体 有力压天地之能 当然这只是在昆仑须可以做到 若是对抗血灵族的强者 稍有不慎满盘皆说 精血配合弓法的运转 迅速渗入夜晨的五脏六腑 夜晨催动弓法 将精血充斥满每一个器官 无数金色的流光萦绕全身 他的周身更是有着一道道古老的符纹 夜晨衣服震开 仿佛露出金色皮肤 一股微压冲出震得煽动摇晃 远处猎天谷中 百花神将脸色惨白 虚弱到极致 边上的流星神将浑身一出鲜血 气血枯萎到了极致 双筒充斥着恐惧之色 刚才夜晨大发神威 明明自己只是观战 夜晨隔空一拳杀来 他和百花神将拼命抵挡 却都被打成重伤 这会儿他才利用血气恢复过来 所带的五千连援军 在夜晨那一拳之下 全部化为血雾 百花神将稍微恢复了一些 还处于惊恐之中 人类万万不可与之为敌 强太强了 一个人类舞者 道元净舞者 居然有如此神威 恐怕不比妖皇大人差 那一拳之威 恐怕便是王主在此 也很难接下 我们回去 定要禀报王主 万万不可再起进攻 昆仑须之念 人类之强大 非我们妖职一脉 所能挡 他凝望远方 见到夜晨没杀来 方才长呼一口气 也非妖兽一脉能抵挡 走 我们快点回去 禀报王主 事情有变 昆仑须根本不是我们 炼体之地 所能染指的 百花神将 一改刚才 蔑视人类的态度 拉着流星神将 能跑多快跑多快 谁知道 那人类舞者 还会不会杀来 一旦杀来 自己两人 绝不可能抵挡对方 很快 两人便是回到了 连缘王庭 更是亮亮呛呛地 跑进大殿 一时间吸引了 所有神将的注意 包括连缘王主 边上一位神将笑问道 两位这是怎么了 难道天命军 对你们出手了 要是这样的话 我立刻动手 陪你们去报仇 别着急报仇 另外一位神将 打趣道 流星 白花 不会是你们两个 故意去挑衅 风目吧 我记得 新晋的王子妃 和你们的侄子 有些关联呢 要不是流星和百花 这两个家伙 主动进攻天命军 哪里会被打成 这个模样 本源 近乎崩溃 一身气血之力 干枯 肉身都崩了 这等程度的受伤 每个七八百年 是别想恢复了 指不定是天命军 围剿那人类舞者的时候 流星神将 故意偷袭 风目王子 给侄儿 报夺妻之恨呢 鬼扯 鲁院 你胡说八道 什么 流星神将 喷出一口鲜血 已经接近历劫的程度 却依旧抱拳道 王主 不好了 那人类舞者 太强了 一人 击杀了天命军 十七位神将 包括风目王子 也被他捏爆了 二十万天命军 被他击杀大半 依然溃不成军呢 此话一出 诸多神将 却是没什么反应 一副看戏的模样 连缘王主 却是冷哼一声 威压绽放开来 将流星神将 压得跪倒在地 你以为 本王好骗不是 二十万天命军 拥有二十位神将 况且风目 又带出去二十位 何机阵法 能产生二十位 这么多强者出手 还抓拿不了 一个人类舞者 他伸出手来 隔空抓住流星神将 神色冰冷道 再不说实话 本王毙了你 王主 百花神将 也跪了下来喊道 流星神将所言 千真万确 他也喷出一口鲜血 重伤垂死 不觉真诚地说道 那人类舞者 的的确确确是屠杀了 大半天命军 便是我和流星神将 率领五千连援军 也在他一击之下 全数覆灭 我们也是拼命抵挡 才苟活下来呀 王主 请你相信我们呢 连缘王主目光深沉 扫过二位神将 一个撒谎 但不至于两个都撒谎 他放下了流星神将 取出一个阵盘 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落于阵盘之上 阵盘陡然绽放着 一道道光芒 最后 他的手指快速掐绝 眼眸闭上 他不惜用一滴精血 查看刚才的战况 这术法极其耗费精气神 他很少动用 但是如果事实 真如两个属下所说 那便是值得 不叹不知道 一叹吓一跳 两位神将所言 居然是真的 虽然无法完全还原 刚才的战况 但那时候 横尸遍野 以及浓重的血气 就说明了一切 关键无尽血气中 站着一个青年 人类青年 这一刻 连缘王主心中 充满了骇然 这一刻 这一刻 就算了一刻 感谢观看